大家好,這次又是食物大比拼 這次比拼的食物就是雲吞麵 大家一起去大帝 首先來到觀塘協和街這間粉麵店 他們的雲吞麵賣$32一碗 這碗就是他們的雲吞麵 只有四粒雲吞,皮夠薄的滑 裡面的蝦肉和豬肉沒有什麼味道 面身比較軟 湯底也是很淡 這碗雲吞麵整體味道都很淡,質素是泡泡肚痛 接著來到觀塘宜安街這間粉麵店 他們的雲吞麵賣$30一碗 這碗就是他們的雲吞麵 又只有四粒雲吞,看到又扁又散 皮夠薄滑,裡面的豬肉比較鬆散和沒有什麼味道 蝦肉也是很普通,沒有什麼味道 麵就好一點,有彈性 湯底有鮮味 比較好的有兩塊山菜 這碗雲吞麵的主角雲吞就不太好 配角麵菜湯都好吃,現在夠便宜$30 接著來到觀塘牛頭角度這間粉麵店 他們的雲吞麵賣$34一碗 這碗就是他們的雲吞麵 有五粒雲吞,皮較厚 蝦仁夠大隻,但豬肉有少許梅 麵偏軟身 湯底鹹了少許 這碗雲吞麵的味道比較一般 今次最後來到觀塘廣場這間粉麵店 他們的雲吞麵賣$40一碗 這碗就是他們的雲吞麵 將雲吞放在碗底托在麵 讓麵不要浸過濃 有五粒雲吞,皮夠薄,有夠滑 裏面有兩隻大蝦仁,夠彈,有鮮味 少許豬肉調味好香 麵身夠爽滑,有彈性 有很多蔥夠香 湯底調味夠香,有鮮味 這碗雲吞麵很有水準,好吃 比貴一點都值得 以上介紹的雲吞麵 純熟本人吃完之後的感覺 喜歡這個頻道的影片 請按訂閱和按鈴鐺 不用錢的,下次有新片推足 就馬上收到通知 多謝大家收看,拜拜!